东北的和饭自助难道这么便宜吗 16块钱随便吃 并且是24小时营业的 在来东北之前呢 就听说过东北这边的和饭 特别的有名啊 也算是这边的一大特色了 特别实惠 前面这家店呢 我看了几个本地的博主啊 他们拍过啊 作为一个南方人 也来实地感受一下 这个自助和饭的一个魅力啊 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 据说它里面呢 有几十个菜呀 16块钱 因为现在呢 随便去小饭店里面 吃个开交饭呢 都要16块钱了 更别说这么多菜呀 虽然现在呢 才十点来钟啊 不到十一点钟 十点四十 但是我看了一下 这里面的这个人呢 就已经是挺多的了 十点开始啊 就是中午的和饭自助 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 现在是上午的十点四十 我先来一点米饭了 在南方的话 我一般都是吃米饭 还有红薯 这边呢 是那个酱 还有煎饭 还有煎饭 这个是那个 这是那个国宝肉 再来点蒜苔 这是粉条的 这边是凉菜 这应该是公报鸡丁吧 这个肠看起来 感觉不错呀 我再去弄点 这个杀猪菜 这应该就是杀猪菜 哎呀 先弄了这么多啊 我们先尝一下 看一下 早上没吃饭 这应该是这边的一个肉肠吧 尝一下 这是凉菜 凉的 淀粉味比较重 然后这个是公报鸡丁 这应该是东北的特色 活包肉 然后这是杀猪菜 长了一下感觉还不错啊 说实话 性价比真的是挺高的 因为它很多菜呢 还没出来 我看其他博主拍 应该有个六七十个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人肉量呢 还是挺大的 刚才来了一份这个羊杂汤啊 可以看一下 我个人呢 饭量比较小 第一次拿了多少呢 基本就吃完多少 差不多就饱了 现在呢 准备走了 它这个餐排 给它退回去的话 有两块钱压紧了 刚才呢 去感受了一下啊 说实话 它这个菜品呢 真的是挺丰富的 并且它那个菜呢 一直在持续的上啊 非常的丰富 刚开始交了18块钱 它后面呢 你把餐盘退给它以后 它退你两块钱 相当于16块钱啊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啊 大家觉得性价比怎么样 评论区讨论一下